現在我來到新蒲崗,新蒲崗有很多食肆 大家都知道,食肆最多就是新蒲崗這區 這一間就是財技美食,財技美食真的非常好吃 價錢方面也非常便宜 如果兩三個來就應該沒問題 多點幾道菜就非常不錯 吃了 這裡很多時來到之後都作無虛切 可想而知,味道是非常吸引街坊和遠近食客 很多人都是慕名而來這間財技美食,是不錯的 雖然是一個地方比較小一點 但是在外面也可以放幾張桌子 也放了三部冷氣機,也是非常不錯的 如果你說宵夜,三四枝,兩三個枝幾 下到這裡,是非常理想的 我亦都可以推薦各位朋友 如果現在來到新蒲崗,不妨來到財技美食 因為它的價錢方面又便宜又經濟又好吃 香味俱全,絕對沒有說錯 好了,這條片就是先介紹到這裡 它這個地址在前面是彩虹道 它那裡也有三部坐地的冷氣機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地方小小 所以形成了來說,也需要冷氣機才可以 是不錯的 如果你們走到新蒲崗那裡,不妨在財技美食的試試 包你滿意 好 財技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這條就是彩虹道 在彩虹道這裏走入裡面就是 這裏有一間叫做有機的農場 餐廳市場 在旁邊這裏有一間叫做有機的輪場 它這裏就是在這裡 有財技美食 不錯的 如果你們來就在這裡就是彩虹道 走過來這裡就是 可以說到7時55分 仍然有很多人 如果來到這裏 坐外面有三部空調機 可以降溫 沒那麼熱 這裏就去旺角方向 這裏就去觀塘的方向 黃大仙景柱那裏 這裏也是新浦江的 很多人都來這裏 坐下休息的地方 是不錯的 現在這裏是晚上7時15分 我們來到新浦江 這裏就叫做財機美食店 美食店 這裏的品種非常之多 價錢方面也是非常之 可以說是相比 好似這個 市甄精大仙都是138元 椒鹽軟殼蟹都是118元 山蟻海中蝦是148元 可以蒜蓉、豉油黃、椒鹽等等 清蒸老虎斑也是150元 煮東風鑼是98元 清蒸海魚是98元 市椒炒大仙是88元 黑椒毛骨豬手鋪也是98元 火腩大仙鋪也是168元 你要計算一下 這些價錢來說 是否非常之吸引官法 在新浦江來說 這間財機來說 都是遠近的 新浦江的街坊 如果是宵夜 很多次都會來這裡 你就看看它的價錢 相比是否相比 是否非常便宜 是不錯的 它的價錢真的不錯 好像XO醬、蝦乾、小炒浪 都是多萬元 如果你在新浦江那邊 你會說 起碼要1823元 這間店真的非常難做 它這裡最主要是 就是因為它是近住住宅區 它這個住宅區的人口 亦都是非常之障密 故此來說 亦都是吸引到很多附近的街坊 就是來這裡吃 今天我就選了一種 又叫做蜜蕉蜥仔牛柳粒 這個價錢是98元 還有一道 剛才剛才老闆跟我說 這裡所有的小菜來說 都是跟湯和跟飯給你的 剛才剛才就給了一碗湯給我的 那我就試一試 那湯是甚麼來的 噢 冬瓜 可能是豬骨 我試一試味道 這個湯的味道來說 這個湯都是很清甜的 很清甜的 就是清啊 那有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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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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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那 那 還有一個叫蜜超薯仔牛柳粒 下次我再來的時候 我試一次這個紅燒乳鴿 剛才看的紅燒乳鴿都是不錯的 據廚房的通介來說 亦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黃金四季豆 九八八 蝦乾鹹肉 軟菜花 八八八 士椒炒鵝腸 九十八元 這東西是我最愛的 真的可以說的 豉油黃鵝腸 九十八 蜜汁薯仔牛柳粒 就剛才我剛才選這東西 九十八元 包上湯 包上飯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非常之經濟 你們看 精選小菜是由下午12時後供應 那就是可以說是全日供應 那好像菠蘿山炒骨都是七十八元 蜜子精排骨都是七十八元 那這一間東西來講 就真的 財機小食就無法確認 真的非常之吸引 真的不錯 那這一個環境來講 雖然我們坐在外面這裏 那非常之清涼 不錯的 因為它環境那裏 因為它裏面也有一個空調 這個時間是七點二十分 基本上已經坐滿了 話口未完 這一個蜜椒、薯仔、牛柳粒已經到位了 那我就看看它先吧 那它現在的白飯 現在白飯又來了 那九十八元是有什麼呢 是有這三樣了 這個是蜜椒、薯仔、牛柳粒 首先我先試一試牛柳 先試一下 它的牛柳來講 它的箭頭來講 都覺得是比較大件一點 箭頭是非常之不錯的 老實講的這個九十八元來講 就是牛柳,牛柳吃出來的味道是非常之不錯的 帶有那些黑椒味,當然啦 剛才也試過這碗湯是非常之清的 可能有些豬肉、豬骨等等 這裏計算起來就是九十八元而已 那非常之吸引的 那如果這一碟薯仔、牛柳呢 如果看深水埗來講 就可能會大碟一點的 這碟就比較小型一點的 那這一碟九十八元 那可以講得也是可以接受啦 你知道現在外面的食材都是貴了嘛 那九十八元 那如果你是去到大利那些 或者是在石劍美街那裏 外民生那些呢 就很大碟的,我看它是吧 那都是一百百多元而已 那這裏九十八元 就包上湯、包上飯 那見仁見智啦 那剛才剛才吃過呢 就是那些牛柳來說呢 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試一下那些薯仔 那這個薯仔呢 都算是這樣 但是呢 我嫌它什麼呢 嫌它料就太少了 是不是啊 那薯仔是太少了 也是很小粒啊 對嗎 很小粒啊 雖然它是九十八元而已 那它它的味道來說 是無可否認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是三五千多呢 我相信這一碟這麼小 小粒的擺上桌來説 應該就是 如果你是三個人 或者四個人來吃飯呢 我相信這一碟東西 就不夠吃了 一人看一看 看一看就是 幾個牛柳 一件、兩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 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件、十一 計算我剛才吃的那件呢 就是十二粒 那十二粒的牛柳粒來説呢 收的價錢是九十八元來説呢 就已經是可以說得是見仁見智了 我也都不敢說說好語不好啦 不過味道呢 就無可否認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是四個人來吃飯呢 這一碟牛柳就不夠吃的了 那我又試一試 這碟飯先啊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我基本上都很喜歡 試一試這些飯的 那這碟飯呢都算不錯 那如果假如現在你說去 呃 旁邊那些 好像大利那些 現在加了價 那這碗飯呢 就要十五元了 那這一餐來説呢 可以說得呢 就是 都是 可以接受的 是吧 但是呢 如果你是四個人來吃呢 就 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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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 的蜜椒薯仔牛柳粒呢 就相信就不夠你吃的了 那你們來到這裏呢 就要考慮一下 啊 需不需要 加大啊 或者多點兩碟 是不是啊 那 就 那 現在就分享到這裏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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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環境來説 這個時候呢 都可以說得 坐滿了的 是 沒得發現多好 因為這間 啊 才技美食呢 都已經開了 在七茅江呢 已經開了 有 這麼久的歷史 已經 是吧 那 那 那他這裏呢 才技這裏呢 也都是有 來料代客加工 他每斤呢 是 八十元的 不論你是 來料的海鮮 是什麼 都說斷根計 就 八十元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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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就 你可以呢 就看在附近那裏 那裏 那如果買了海鮮 不妨你試一試 應該是覺得他 應該不錯 那整體上來講呢 我剛才才試過 這個 這個 牛柳粒 來講呢 這個 這個 黑椒牛柳粒 呢 是 可以接受的 不錯的 好了 這條片就是拍到這裏了 好 也都很多謝各位的網友 免費的訂閱 和鼓勵的支持 對不對 好 拜拜 那這裏呢 地方呢 就是在 新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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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彩虹道 這裏 外面就是彩虹道 那 走過來呢 這裏呢 就是財技的美食 好了 我剛才呢 就在這裏買了 就是石灣米酒 十元三支而已 我只是試一試而已 因為我們都不是 不是 不是喝酒人士 所以呢 就是試一試 十元三支 那就看一下 它的味道如何 哇 這個石灣米酒來講呢 入口都有相當之度很高的 看上去 雖然它是米酒 但是感覺很高 那它對面那個呢 它也叫了那些 辣椒花蘿 還有這個 炒 炒 那看上去 它真的不錯 這個就是 那如果我下次來呢 我的照版煮碗 都是 都是好像對面那位朋友 那樣 叫些花蘿 是不錯的 這些花蘿 如果你們來到這裏 可以儘管嘗一下 那些花蘿 看上去就幾好 不錯 下次來呢 摸摸摸摸摸摸摸 嘗試一試 是不錯的 可以拍照給你們看 是不錯的 真的 即香美俱全 加拿人